有些單身的人,年齡又不是小的人 就算他是小,但他很想結婚 他覺得有種孤單感,不及人,沒有人喜歡我 我們怎樣處理呢? 幾方面的 一方面是幫助他接立單身而 雖然單身是可以回覆的 第二方面是幫助他更容易做一個適合的 將來戀愛或結婚的人 第一方面是怎樣幫助他接受 這個需要在教導 這個最好不是單身的 我現在很想有男朋友 你跟他說這篇道理他未必適合的 而是普遍說的神 因為神的計劃包括我們結婚或不結婚 讓他知道神是愛我們 無論單身的人 他都可以蒙福 他可以很喜樂 能夠祝福人 但有些人說 我不結婚我是不開心到的 問題就是 為何不結婚不開心到呢? 其實有一個因素就是一個期望 我覺得標準就是結婚 其實保羅在《科林德前書》第七章說到 單身可以專心侍奉 亦可以更加享受神 但有些人是很想 他很想到是人給他壓力 他自己給他壓力 他自己得不到不起樂 滿足 這些我可以了解的 在教導的時候我都可以說到有幾種情況 有些人他本身都沒有朋友 他沒有朋友 他不懂得結交朋友 那時候我就幫他結交朋友 有些人是家人的壓力 有些人他自己見到人結婚 就總是覺得好 即是覺得我自己失了一些東西 其實當他明白 跟耶穌關係好的時候 他有喜樂平安 有愛又祝福人 他又可以享受神 其實他可以單身都開心 因為他做什麼他不用了 他有自由去做 而其實他們知道 結婚不一定是快樂一點的 好的婚姻就快樂一點 不好的婚姻 其實真的很多人結婚 比沒有結婚更痛苦 他明白這件事 有些人不懂得跟人相交 他結婚未被人 他會直接更痛苦 這個觀念 大家應該有 單身可以起樂 還有人不適合的時候 不要結婚 好過結婚 或者處理好才結婚 好了 這個第一部分 就是接受我在單身的情況 所以先建立他的關係 和同神關係 有力量 看到他幫助人 真的很開心 看到人改變 於是他心裡又滿足了 他覺得起樂 我做單身都可以的 至於提升他自己 其實幾方面 怎樣做有好的朋友 怎樣怎樣能夠 一方面做單身的 怎樣更加開心 其實三方面 一方面就是 接受單身 第二方面就是做單身的人 都可以開心 那這件事是怎樣呢 親近神 還有懂得跟別人交往 因為很多人一說話 有他講 沒有你講 他一直說 他不懂得停 或者說些話 經常都關注他自己 經常都很苦惱 他的人是很難有朋友 他結婚都會很慘 他配偶都會頂他不順 所以這個學習 我們關心人 回應人的感受 祝福人的時候 他更加溝通 和聽到人說話的時候 他立即說 回應這個需要學習的 看我們也有說 怎樣留意到人的感受 怎樣回應人的感受 這樣 那些人很喜歡跟他聊天 因為他會聽到 他有些 我聽到你 有些不開心 有些煩惱 有些不開心的事 你告訴我 那些人覺得 被關心 很多人喜歡跟他聊天 所以我們第一步 我們懂得怎樣跟人溝通 怎樣跟人交往 這是第一步 怎樣成為一個適合的配偶 其實適合配偶 有很多方面 適合配偶有很多方面 第一 他適合跟人交往 適合愛人 適合男女的分別 適合相處 因為我網上也有很多這些 男女的分別 怎樣相處 這些就會令到他更加適合結婚 以及能夠跟人有好的關係 但依然在婚姻的過程 我就會說 不要用戀愛作為先導 不要用感覺作為先導 因為這個感覺未必是準確 因為很多人感覺很好 多數都是的 拍拖的時候感覺好 但待會結婚有什麼事 或者戀愛的時候 有婚前性行為 又懷孕 然後對方就走過去 幾多發生 所以感覺不是準確 但是神就準確 所以這個婚姻的方法 這個都是需要教導的 首先 他一定是信耶穌的 如果他是未信耶穌 你想戴信耶穌 又想跟他結婚 你不要將兩個混合 不要在戀愛的狀況 但信耶穌也可以交給一個 跟他同性的人去傳呼音 他本身 有講到婚姻 第一 是神的心意 一定是信耶穌的 並且不是假信那些 是真信的 最好的當然是愛主 然後就是求問神 最好就是找牧者 找祖長祈禱 和分辨 很多人就說 這些私事我自己搞定 但是人因為那個私心很強 我喜歡他的樣子 我喜歡他有錢 所以我怎麼都想得到他 但是 旁人看真的不行 你們兩個真的有很多問題 但是那些人就不肯找人的意見 因為他想得到他自己的得的人 但是結果真的 很多時候我都看到這些人 過後都有很多難痕和痛苦 所以 神的旨意最好 所以如果能夠有婚姻輔導 你們可以拍拖輔導 去幫他們 這個人是否神 而在未曾肯定之前 我是鼓勵人 不要進入戀愛才尋求 是你覺得 可能是 的時候 當然 可能是未曾有溝通 那你就 找祖長 牧師 教牧 去討告 去尋求神 這是否神的心意 如果有好感 或者交往也有少少 最好沒有進入戀愛才尋求神 然後可以有 這些 都不知道怎麼說 拍拖前輔導 看看是否適合 為何不要拍拖才尋求神的心意 因為拍拖後 很多人 你怎樣都 打不掉 因為他已經覺得 我一生人夢會以求 得到一個男朋友 女朋友 現在我有的時候 神說不要 我真的 我跟他結婚 我都上天堂了 所以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心態 但他活不了風靜的心意 所以 最好就是沒有戀愛 然後去輔導 尋求神的心意 然後 真的覺得是神的心意 才進入戀愛 或者承認 很多人都覺得 這樣好像很機械化 好像 人為他 其實不是人為神 尋求神的心意 有些人的確 在早期就會收到神的訊息 但依然我覺得 都應該認證 不單止是從神的訊息 因為有時候 人是會收錯的 是應該從相處 和這個人的生命 各方面去理解 即是當他們明白 婚姻是一樣 影響我們最大的 最大的東西 但是人最不小心的東西 很有趣 真的很搞笑 是影響最大最大 而過後 可以很多痛苦 但很多人 就會不理三七一 就算周圍的人 和他父母 都是婚姻痛苦的 他都會很 好像插水一樣 插進去 這就是人的思心 令到他在這方面很隨意 當你走神的路 神就會感動 印證 亦都在兩個生命 在他的相交中 印證 那些人學到和人相處 都會有一個很重要的 如何處理 亦都會說 沒有婚姻是完全完全無瑕疵的 不是說 你找到一個完全無瑕疵的 那才是神的心意 但是 如果一個人是很負面 真的不適合戀愛 很負面的人 你不愛他 他就說 你都不愛我 經常都發脾氣 你愛他 他說 你有什麼思心 都不愛我 你不知道想得到什麼 所以一個負面的人 真的需要醫治 釋放 他先好進入 不是 其實他很多痛苦 很多困難 所以這幾方面 如果他們 所以你們的小組 都可以 講一下這些 如何能夠自處 享受神 單身是OK的 如何尋求神的心意 戀愛的過程 還有鼓勵他們 一有戀愛 就馬上通知你們 最好不要戀愛人 覺得可能是神的心意 神就通知你們 或者教我 這樣就去輔導 但бо恃 對 他聽起來 智慧 explored